在家修行时面对种种考验 如何能令了生死 出三界的心不忘实 那就是 离对于 著法实相 要有相当的认知 那么这一点呢 一个是叙事的善根 一个是这一生的 这个经教的学习 如果过去真正没这个善根 就好好地学经教 弥补我们的善根 也能够说 增长我们的善根 我们真的明白了 知道人一生 实在讲时间很短暂 造卧业是错误的 应当做一点好事 为什么呢 这一生短暂的 往后时间长远 要为长远呢 来打算 不要精精 计较着眼前 这短短的素食 和数 这个就错了 所以能够看 了解这些事实真相 我们了生死的心呢 就非常恳切了 面对着环境的 这个考验 你才能够通过 这就常讲的 顺劲 不贪力 逆境 不生成灰 保持一个平常性 保持一个清净的头脑 知道 凡所有向 皆是虚妄 万发皆空 因果不空 常常想着 佛这个教会 我们的心 就能恢复到平心 感谢观看